他昨天目睹了女友车祸去世 今天女友却出现在了床上 保罗被吓得甚至都说不出话 但女友却轻声安抚他的情绪 好像对昨天发生的事浑然不知 本能让保罗不敢靠近女友 而女友却主动上前抱住他 感知到女友炽热的体温 以及熟悉到深入骨髓的声音 保罗激动的用力紧紧抱住女友 或许昨天真的只是做了一场噩梦 但他并不知道 这其实是上帝给他再爱一天的机会 保罗紧张地跟女友诉说昨天的遭遇 甚至让女友最近不要出门 他真的不能再次失去他 但爱莎认为这只是他做的一场梦 看到女友说着跟昨天相同的话 就连今天要做的事都一模一样 甚至她自己都穿上和昨天相同的西装 她吓得赶紧重新换一件 以为这样就能改变时间线 想到昨天爱莎被热水壶烫伤 保罗连忙冲进厨房提醒 却看到女友用毛巾做好了防护措施 她如实重负 或许昨天真的只是一场噩梦 可就在两人相互拥抱期间 女友的手却被卷发棒烫伤 保罗顿时紧张地语无伦次 防止女友上班途中发生相同的事 她特意拉着爱莎绕道走另一条路 昨天女友在那条路上被泼了一身可乐 现在应该能避免重蹈覆辙 可等她转头一看 那个泼可乐的女孩再次出现 她赶紧把女友护在怀里 这才惊险躲过一劫 原本以为只是心里在作祟 但女友刚好和拿可乐的路人撞了个正面 保罗这时已经意识到 昨天发生的事在今天都会重演一遍 只是演绎的方式不同而已 爱莎安抚保罗要保持冷静 或许这些都只是一个巧合呢 但保罗坚信这个世界在重演 并向女友预言了接下来的事 她的手表会在上班途中被撞碎 为了解除保罗的顾虑 爱莎特意陪着她一路走到公司 看到保罗的手表完好无损 两人这才依依不舍地分开 可保罗依旧坚信自己的猜想 她向几个好兄弟寻求答案 兄弟们开玩笑说 这是海马效应 起初保罗准备接受这个答案 但兄弟球杆再次瞄准水杯方向 他再次接住了打飞出来的白球 该发生的是必定会发生 只是顺序被改变了而已 保罗立马赶去找女友 试图带她逃离这座怪异的城市 途中看到司机还是昨天的司机 那双眼睛好像对她的是了如指掌 而且女友就是坐这辆车发生的车祸 保罗情绪崩溃地询问司机 到底如何做才能避免昨晚的悲剧 但司机的回答和昨天如出一辙 原来保罗是个彻头彻尾的工作狂 陪伴艾莎的时间简直屈指可数 甚至女友演奏会都能忘得一干二净 直到昨晚逝去女友后 她才懂得珍惜眼前人的道理 保罗崩溃地要付钱下车 却被司机果断回绝 理由尽是昨天女友已经付过款 甚至直言她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这让处在恐慌中的保罗更是不安 一路马不停蹄地狂奔 终于在花店里找到了艾莎 她要带着她离开这座城市 即便放弃多年的事业 她也要保住这段爱情 她再也不想经历昨晚万件穿新的滋味 但艾莎偏偏不愿意离开 今晚是她的毕业演奏会 保罗只能撒谎把艾莎骗到车站 善意的谎言或许真能救下女友 途中看到窗外的风景似曾相识 原来艾莎买的是去往她家乡的火车票 看到女友如此深爱着她 保罗不安的内心更加自责 她暗暗发誓一定要改变今晚的结果 两人手牵手幸福地向保罗家行走 天空却不合时宜地下起了雨 如果在以前遇到这种鬼天气 保罗必定会责备艾莎走得太慢 但现在她只想时间能永远定格在这一秒 见到艾莎被动得瑟瑟发抖 保罗赶紧点燃柴火给房间取暖 情急之下 手腕刚好刻到了壁炉 缓缓挽起袖口 碎掉的不是手表 而是她即将支离破碎的心 此刻女友的笑容有多幸福 她心口上的伤痕就有多深 拼命想要避开命运 却发现命运始终缠绕在周围 泪水不争气地涌出眼眶 或许感觉到时间真的所剩不多 保罗抹掉泪痕问了一个问题 女友的回答无比清澈 让保罗一时之间无言以对 她从未真正聆听过女友的心声 雨过天晴 两人漫不经心地游走在乡间小道 艾莎提出回去参加毕业演奏会 保罗虽然心里十分抗拒 但想到这是女友16年拼搏的梦想 她还是遵从了艾莎的决定 世上最痛苦的莫过于知晓结局 却只能强装镇定地等待深渊降临 晚上她精心为艾莎准备了一场浪漫的告白 她带着女友来到了一直想做的摩天轮 过去她总是以工作繁忙为借口 可此时她好像与艾莎一辈子待在这里 保罗用最温柔的眼神 叙述着此生最动听的情话 在演奏会开始前一小时 保罗偷偷拿走了艾莎写给她的情歌 并以公司临时有示威借口 到复印店打印了75张副本 然后捧着花和复印件找到演奏指挥员 拜托他们给艾莎一个惊喜 在演奏会结束后 所有成员全部换成了艾莎写的曲谱 艾莎看到后有些措手不及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到底怎么回事 保罗拿着话筒走到台上 虽然知道这是保罗策划的意外惊喜 但初次登台的艾莎还是略显紧张 在保罗坚定的鼓励下 绵绵而温和的情歌在剧院深情流淌 现场听众听得如痴如醉 有人被艾莎优美的歌声吸引 有人被触及灵魂的歌词带入其中 但保罗的惊喜远不止于此 在演奏会结束后 他带着艾莎来到一家餐厅 在烛光下拿出了一串亲手之城的手链 礼物虽然不算珍贵 但上面每个符号都有他独特的含义 他希望在阴阳两岸的日子里 这条项链能代替自己永远陪伴最爱的人 从餐厅出来刚好赶上下雨 望着前方那个熟悉的出事路口 保罗意识到时间不多了 所以他没有选择躲避磅礴大雨 而是深情地说出他如今最想说的话 我爱你 我爱你也许 我想告诉你为什么我爱你 它是凉了 你知道的,对吗? 我必须告诉你这 你必须听 我爱你从我认识你 但我并不让自己感觉到今天 今天 因为你 因为我认识你 所以我感觉到你 所以谢谢你 为了我爱你 和我爱你 和我爱你 动听的情话 让暴雨在此刻显得微不足道 但那辆死亡汽车终究还是来了 艾莎毫不犹豫坐了上去 保罗也紧随其后 相同的地点 相同的司机 相同的时间 只是这次车上多了一个保罗 看到即将要到出事地点 他最后一次看向自己的爱人 想要把他的模样 永远刻在脑海最深处 面对及时而来的死神卡车 保罗用生命诠释了爱情的伟大 只是这次醒来的是艾莎 那个爱他的男人 却永远离开了他 要问世界情味何物 也许爱到极致 才会明白爱情的真谛 抖音 抖音 这次是艾莎 是艾莎 在艾莎 在艾莎